妳之前耗了她多少人 我們從大學開始認識了十幾年了 好喔 妳在討厭 等一下試用期那麼久 媽媽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女人 是嗎 十幾年的青春都給妳了 對啊 生日期給人家 就要顧好反例了 突發性給她一點壓力 來 碰面還有很多很厲害的方法 來 馬上回來 好 我們來看 如何讓十二星座的男人給名分 好 如果妳的男人 是太陽晶晶雙子射手 像這種妳要製造歡樂的環境 比如說雙子射手的男人 他心情不好 然後被裁員的時候 妳跟他說要結婚 他會覺得說 我現在都快反省了 我想要結婚 但是在歡樂的情境下 例如什麼 2000年的那種千禧年 或跨年Party 聖誕Party 喝醉酒 KTV時 生日聚會 這種歡樂氣氛時 妳就跟他說 我要一起跟你同甘共苦 他就覺得好開心 那我們就結婚吧 或者是說像去Las Vegas 就是說在很輕鬆的狀態下 然後有小銀錢的狀況下 衝到小教堂就OK的 然後股票上萬點的時候 所以他是可以同甘 但是不能共苦的 所以在他很苦的時候 你跟他提結婚 他會覺得頭很痛 但是在他快樂的時候提 他就會順理成長 什麼都說好 什麼都答應你 所以要營造出歡樂的氣氛 如果你的男人是水瓶獅子 或金星水瓶金星獅子 這個要公開的表達身分 因為你可以在公開 就告訴別人說 我是王太太 我是陳太太 我是林太太 可以先自我稱呼一下 久了以後 水瓶跟獅子 在所有人都叫得很習慣的狀況下 他好像也就接受了 所以他是需要 藉由朋友的力量來那個 所以你要常常去他公司走動 常常以太太的身分自居 常常以太太身分進駐他家 常常以太太身分幫他繳管理費 久而久之 大家把你當太太 他也覺得好像就是你了 因為他就要跟所有朋友解釋說 其實他不是我太太 我現在換一個新女友 他覺得有點累 所以這一招 就他的哥們 如果叫我們瘦啊瘦啊 久了我們就真的會變瘦啊 那如果呢 你的男人是處女天蠍 精心處女 精心天蠍 算很ㄍㄧㄧㄥ的囉 這個呢 你要收買他父母的鞋 因為他就是聽父母的話 在所有的女友當中 你一定要是第一個 跟他媽媽打牌 跟他爸爸喝茶的那一個 久了以後 他的父母就會催促他 趕快娶你了 那三不五時 別忘了他的兄弟姐妹 也要照顧一下 買個玩具啊 畢業典禮去一下 這些收買都是必要的 好不浪漫喔 是很不浪漫 不過他是受 他是誰的話都不聽 但聽家裡話的 我剛剛跟我老公交往 我老公處女座 那時候才剛剛男女朋友剛交往 結果他的阿嬤抽 帶我們三個人去廟裡拜拜 他阿嬤為我們抽到一支上上籤 然後後來 他就娶我了 也是很浪漫啦 很迷信耶 我從來想說 謝謝阿嬤給我一支上上籤這樣 阿嬤去抽的 那阿嬤問什麼 菩薩寶比 我不知道他怎麼問 但是他就有高興拿給我們看 你看這個有好嗎 對 這樣拆拆拆拆拆 上上籤 我會怕死 對啊 而且阿嬤把 阿嬤把你帶去給神明看耶 有可能吧 這你們是伴哪一支是誰 那時候去關渡宮 喔 對 不錯 不錯 上上籤 對 都太強 所以唯有父母的那個催促 或是父母的招牌才會響亮這樣 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天秤摩羯 也好 或是金星天秤 金星摩羯 譬如說你的男友是篤林哥天秤座 那你呢 就要靠時間來等 你就要慢慢的等 等到有一天天秤累了 或是摩羯座呢 在燈火藍山樹 一回頭你在那邊 就是你了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 這兩個男人是娶誰都可以 只要在對的時間 旁邊是誰就是誰 所以你就是要拗住他就對了 因為百搭對不對 百搭 什麼意思啊 他娶你也可以 他娶他也可以去 我們跟誰都很搭 都很搭 所以只要在那個點 剛好有個老師怎麼說 或父母怎麼說 剛好你就在旁邊那就對了 所以千萬不要離席 中途離席就沒有飯吃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男友是巨蟹金牛 金星巨蟹 金星金牛 那個你要有超感動的支持 譬如說在他很落寞的時候 日常生活裡要做個愛心小早餐 愛心小簡訊 然後你要平常 就給他一些溫暖跟支持 等到有一天他發現 他心情不好時旁邊沒有你 他少不了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他娶你的時候 那這樣我要給很多女人名分 就是 你不要講傲好不好 對 因為跟第一個 第一個只要是突發性狀況 支持就可以 但是巨蟹跟金牛 如果你旁邊 一直給他一些習慣 譬如說你每天早上 都幫他配領帶 或是你每天都幫他準備晚餐 或你每天睡覺前都會清一下 這種小小的舉動 這種感動的支持呢 會讓他有習慣性 習慣久了 他就是你的了 接下來他就會不習慣 沒有你的生活 就會把你娶回家囉 好囉 把方法告訴你囉 嘿 來… 敬存來跟大家報告這則新聞 為什麼 首先先恭喜瓜哥得獎了 謝謝金牛獎 得獎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可是為什麼媒體永遠都知道 人家明明是得獎 然後 老公人家什麼 假面和解 賀胡瓜 對啊 然後最前面是因為 好啦 要金鐘獎 然後就講說 得罪了李敬良 然後小禎就逼胡瓜 要跟丁羅安要分手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有一次 羅安就為了要勸安慰小禎 就說阿良會跟你在一起 就是為了瓜哥的錢 他不會輕易離開你的 唉唷 這話是怎麼樣 記者也在現場聽到了嗎 這真的太誇張了 不過我覺得他們家人還蠻妙的 除了這三個人 瓜哥 柔安 小禎 家 李敬良 他們是越寫就越紅 不管是 好像 好像有言下之意的感覺 不是 越寫越紅啊 從一開始我做李敬良 你看不論是多負面的消息 生意就很好這樣子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他們已經那個習慣了啦 不過這整件事情 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說丁柔安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 嗯 的確小禎跟丁柔安幾乎是姐妹淘 之前我跟柔安常聊天 柔安會說就是 那時候小禎從國外就念書回來 他是住在瓜哥那邊嘛 因為瓜哥跟女兒 秀秀跟兒子 他說那個時候小禎 小禎在他們面前走來走去 那那個柔安就跟瓜哥在看電視 然後那個柔安還會跟瓜哥說 欸 你看你女兒胸部好大喔 意思就是說你看我們家女兒長大了 但你看他 柔安用這樣的身份去聊 這個事情就表示他們是很認定彼此的 是一家人 就幾乎就是他也認定 這就是爸爸的伴侶這樣子 但為什麼這個周刊裡面提到那個 我也相信是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他就是小禎常會把一些心事跟柔安講 那會講說他為什麼李靜良這樣 那可能柔安心直口快就講了一句說 哎呀他可能就是為了錢或什麼 因為當成是否認的啦 沒有證實 但也許你要知道就是說 有沒有名分很重要 有沒有血緣也很重要 今天如果那句話是秀秀講的 我相信小禎不會有任何疙瘩 對不對 如果今天媽媽會講說 哎呀這男人不好啦 只愛我們家的錢 你心裡只會講說媽媽不瞭解我 但是今天跟你講這個話的 是爸爸的女朋友或是後母的時候 你心裡就會覺得說 你憑什麼這樣講 你自己也是外人啊 你心裡會發笑你知道嗎 這人性面 人性 對 我覺得跟那個人性格或什麼好壞 都沒有關係啦 不過我覺得還有一點我想講 就是說大家記不記得瓜哥 那個時候在大麻案的時候 有爆出來就是說 他那時候很相信三義的那個三太子 那三太子是不是講了一件事情 說你不要講結婚的事 那時候瓜哥48歲 今年瓜哥50歲 他那時候講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那時候要娶丁柔安 你的大運就會被卡 被那個影響 你們大家大概不記得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瓜哥有講說 他準備跟柔安結婚 結果那事情一講出來 馬上大麻炸賭 事情就爆發了 有沒有這些 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 所以我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 有這件事對不對 你媽媽帶你去就去到 上上籤 柔安去就去到 我真的想講很奇怪就是 有的時候那種名分 這種事情 你急不得 有時候跟你的命 好像也有點關係 我覺得他們就是 有時候就缺了臨門一腳 你看這次他帶他走 星光才會扯出來說 什麼丁柔安跟小禎 沒有啊 只是瓜哥一直講說 小禎是我的幸運物 你會不會覺得 感覺上就是 你懂吧 就小禎啊 秀秀好像很忘瓜哥 那我不是說 丁柔安不忘瓜哥 就是說 就感覺上 有時候三太子會提醒瓜哥 就說 你跟這個女人在一起 OK啦 那但是低調 所以你看最近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慶功宴的時候 是不是又在問結婚的事 瓜哥就說 不要再你們不要再設計我 我不回答 有沒有 他就不再講結婚的事情了 我覺得這跟瓜哥相信說 他的運也有一點點關係 欸 很妙對不對 很妙很妙 好 唉唷 很多故事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好